能不能跟我搞错 哎呀妈呀 叫一清二百 金主在这儿了 姐再加一个锅 又来了 这个锅我觉得有一个bug 台湾没有这样子停车的吧 Hello姐姐 你再不知道 你就别当我妹了 不是快要回台湾了吗 在打拿回去台湾前 今天和爸爸妈妈 老公搭理园子 一起吃一顿特别的晚饭 因为快要清明了 爸妈路上讨论起了 这两天来掀的他 马英九上次回来 还到后载门那个学校 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 就在后载门学校 那不是连站吗 那是连站吗 那我搞错了 哎呀妈呀 你是没吃饭饿的吗 连站是咱们在吃 连站 对连站就后载门小学的 那就是连站他奶奶在那 好这个频道错位了 有点蹿频道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很有特色的 非常想要分享给台湾朋友的 然后爸爸开始吃了 你看这两边都是吃的 都是这个餐饮 还有大陆风格的 是是是 街边店 街边店 全市 全安部都是 这一块没有太大的酒店 妈你说啥 那不是东北铁锅盾 旁边 小蕾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就要来吃这个 车位没 小鸡炖蘑菇 铁锅炖大鹅 进来了 我们停的是这种 以上这已经到人行道上了 台湾没有这样子停车的吧 你看他就是在那 停到这个人行道 哦大力原子已经来了 看看 看这是大陆风格的停车场 都是停在马路上 不是马路 人行道上 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旁边这种店吃饭 哈喽姐姐 你这么还 我给你带了什么 这什么呀 小蛋糕 哎呦可以可以 走 吃饭少不了大力原子啊 嘿嘿 不是快要回台湾了吗 所以今天就是全员出动 我们六个人一起来吃铁锅炖 这个铁锅炖就是非常想要给大家推荐 台湾好像吃不到没有 然后这个形式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吃的 我等一下讲啊 到了 好 哇 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这一上来有点悬 看 东北铁锅炖 哇 这应该都是东北老板 哦 他有这种六个人 六个人那种拼桌 旁边有画的一些 好 我们就做这个吧 这个挺亮的 怎么说 你们随会点随点啊 我来出钱 可以 听到了吧 金竹在这了 金竹在这 吃过这他家 我们都没吃过啊 这点菜 你在东北待过 东北待过也必定就吃过 哎 大家知道吗 打到在长春 东北待了七年 那我也算是个半个东北人了吧 哎 你们知道吗 老伙儿肯定知道 新婿儿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很久没有讲这件事情 我知道 你知道 你再不知道 你就别当我妹吧 全家福 有啥肉你看 还有配菜 他说要个全家福 你看排骨 肘子 五花肉 猪蹄 鸡肉 土豆 玉米粉条 都有了 他说这个 呦 吃238了 这不便宜 哎呀 六个人钱 不贵不贵 好掏钱的人说不贵 掏钱的人说不贵 那菜吧 还有个木 然后你们喜欢吃肉的话 再加点菜 再喜欢加入吃 别的肉 不要肉了 这里面肉就不少了 你差不多 你得喜欢吃的菜 这都是 哎呦 东北还有高两句吗 老公你拍一下 菜单 东北铁锅炖 台湾应该暂时还没有吧 大家有知道那里有吗 呀 应该点个锅包肉 点呗 有点贵 有牛出钱 我出钱 你还嫌贵 牛好 那我点 我喝 我喝 我自费 你自费 我再自费 再点一个吧 点一个 锅包肉是东北 很有特色 非常有特色 别的地方也不一样 再加一个锅包肉 加个锅包肉 对对对 哇 这锅 要拍一下 特别的深 不要给它放平 那又来了 哎呦 这就是我们一锅的东西 贴饼子的 我的天呐 这个很深 很深的锅 旁边要贴饼子 对 你看那边留的地方是贴饼子 对对对 这个给大家看有多大 跟我的手比 你看后面大力圆子 大家看一下 这边这个锅 这边这个桌 有两个那么大的锅 这个 是不是还挺有噱头的 我觉得台湾如果有一家 这个应该 应该我就会去吃 看你应该画得很累 要还要点 那点点点 那我们要点点 要个小份 要个小份 在哪 小份 特色胡饼 小份要 好 但是他不画这个 就没意思了 对 这有点误导 你看画的都是满满的胡饼子 结果胡饼子要单独点 我就非要 你这么画的就要 你这是奥客 用台湾画讲 就是奥客 不是 那是他这样 台湾没有动肉吗 可能他不知道 可能有 这个是我们点的动肉 就是陕西这边 皮冻 过年都会吃 他就是纯拿猪皮刮干净 然后熬成 以后冷了以后 他就清除了 台湾有吗 朋友们 这里还有大鹅锅 就是东北那个 你们应该听过吧 铁锅 邓大鹅 排骨锅 小鸡炖 蘑菇锅 牛排锅 羊排 姜团 姜团是个鱼 这个就是他的特色 糊的这个饼子 这个菜不知道你们台湾有没有 在我们这儿的话 这是应该叫小葱拌豆腐 一青二白 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一青二白 你看看 小葱拌豆腐 一青二白 是 是 我有印象 台湾有这个菜里面会加皮蛋 皮蛋豆腐 是不是 那皮蛋豆腐 一青就不是二白了 在小葱拌豆腐 在想什么样 还有多长时间要看这个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那这个饼子是什么时候贴了 我们还一直超级贴饼 现在贴饼 这就是贴饼 看见人家 在东北栽了几年 我就吃过一次 10年吧 8年吧 10年前了 10年前 待了有8年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包子面 玉米面 你们叫包子面 实际上是玉米 包子面 玉米面是一样的 好 这是你们要的菜 对 小葱拌的小葱拌豆腐 没有 没有这个冻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小葱拌豆腐 好了 快吃了 好 好 这个 那个最后在 饼子咋拿 可以拿 放一下 好 上午咱们想吃那个饼子 不知道把饼子怎么样给弄下来 老党还说这个里面可以放假鱼 就憋嘛 是假鱼 倒是挺有画面感的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好深呀 就是夹东西都要 深得很下面去夹 有没有 对 对 这个饼 为什么 把王觉得它应该是甜的 我不知道 好像在台湾带着久了 总觉得这种 芋面 应该挺有的 嗯 好玉米面 没事捞啥呢 给王瑞捞的 没事你不管 妈妈要给大理员给了 你这帮我录一下 里面都有什么 我 对我刚刚有说一下 这个锅我觉得有一个bug 就是筷子工不好的人 捞东西有点费劲 哈哈哈 有点费劲 哎对这个是特别点的 就喝上了在这儿 锅包肉 锅包肉 酸甜的 糖醋那种感觉 爸爸心情好 也觉得难得大家凑齐吃顿饭 就要了瓶酒 呃 结果 爸爸和另外一个弟弟都没事 但是劳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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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高一点 可能就没有问题 因为但是你的经历的指标 要结合你其他的质量 如果其他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有问题 其他就一项狗 就一项狗 但是我也都问就是啥 你血项狗 嗯 也不还是喝酒有关系 现在应该是也没有啥症狗 还是保健 就问还是有 不知道是过敏还是酒精中毒 从餐厅出来老公就觉得他有点视力模糊 后来陆续有不舒服的症状 到后来太担心了 就赶紧开车来医院看急诊了 抽了血做了心电图 好在没什么事 大家也别担心了 还是要说一句 适量营救身体最重要 凌晨一点半了 我们出来了 结束回家 凌晨 一点半的西安大街 我们就来的这个医院 哇月亮好圆啊 拜拜 没想到的一个结尾